在亚加达亚运会期间,日本代表团确实是最不光彩的,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原因,而是在亚运会开始不久之后,他们的四个男篮球员,在亚加达去到了红灯区,日本代表团团长也是道歉了。 同时宣布了将这四个球员开除的消息,回到国内,日本男鞋也是对于他们做出了处罚,竞赛一年的处罚却是够严厉,同时他们所在的俱乐部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不仅球员再度道歉,之后还有俱乐部将心和参加社会劳动等惩罚在等待着他们,对于日本男男来说这届亚运会也是丢了人,他们在比赛中八人应战成绩可想而知。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这四个球员的球员,早受到了新的处罚,其中乔本他哉除了被禁赛之外,还被俱乐部送去了当地的寺庙进行修缠,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低当和尚。 这对于乔本他哉的反思,肯定是有好处的,只是在寺庙里面修缠训练肯定不行,乔本他哉今年才23岁,他肯定还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篮球生涯,毕竟这样的球员也几乎只有这一技之长了。 乔本他哉所在的俱乐部也是做出了行动,他们全队都去参加公益和社区活动,为的就是可以挽回俱乐部的形象。 另外三人所在的俱乐部也是无一例外的都做出了反思和道歉,虽然没有让自己的球员像乔乔本他那样去当和尚,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,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实际行动。 这红灯去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球员中也有,在前几年冬旬的时候,苏宁的球员杨孝天就登上了热搜,当时的苏宁在西班牙进行动序准备新赛季,却传出了苏宁的这些球员去在当地的酒吧潇洒,这其中对内大将杨孝天还被报道出了他和一个金霸女郎的照片,确实很劲爆,之后苏宁方面没有进行官方回应, 也没有说明情况原因等等,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,毕竟杨孝天对于球队也是很重要的,不同的是日本球员去红灯去有实际的证据,而且确实对日本体育抹了黑,杨孝天这个是在外国,而事情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人知道,所以说两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